戴著戴著 謝謝謝謝 謝謝 不忘提醒排隊求合照的支持者 口罩要戴好戴滿 前總統馬英九 一早合體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到市場發春聯拜早年 勸給我兩塊吧 然後還是謝謝啊 雙帥合體固裝被視為是幫蔣萬安 2022台北市長選舉暖身鋪路 而面對綠營抨擊 當年SARS期間封怨 是馬英九在北市長任內的決定 他不願再多談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不要再談了 我們專心現在防疫吧 馬不停蹄又趕往下個市場 合體黨主席江啟臣 要趁著假日衝高反來諸公投的審視 蔡總統還有我們的蔡政府啊 可能真的改不過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靠 用公投來改變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從1月9號全台開始連署 到昨天我們兩個公投案 都各超過35萬份的連署 風光宣布反來諸公投已經突破 二階段門檻 要趕在年前達到50萬份 另外針對律委提案 國務基要費除罪化 國民黨炮口一致 這特色的部分 當然 目前的法律還是有效嘛 陳總統是保衛就醫啊 他沒有除罪啊 不要認為 好像不想違法就用修法的方式 這不是法治國家該做的事情 不要搞錯了 陳水扁涉及案子 不是只有國務基要費 那他是不是要把其他的貪賭案 一起除罪化呢 台灣乾脆法律修一修啊 只要民進黨黨會通通無罪 通通除罪的話 這樣最快了 藍營對外炮火猛烈 猛攻萊豬議題 勤走基層 拉攏民間力量 就怕能讓百年老黨支持度回升 懷宇新聞余德勤 易立婷 台北報導